大家好 我是益胜 歡迎收看星期一晚上8點整的 益胜說給你聽 說出股市大小事 緊接著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 益胜在這裡先祝大家中秋佳節愉快 那接下來今天的節目 益胜一樣會帶大家來看到 近期股市的一些重點資訊 那節目開始前 記得先幫我們按讚訂閱以及分享 我們馬上來開始今天的節目內容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近期國際所關注的焦點 這個禮拜最重要的大事 莫過於全球央行州的登場 包括美國 英國 日本 巴西 印尼 甚至是台灣 都將在這個禮拜舉行利率決策會議 其中最受關注的當然就是 美國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 而最新的利率決策結果 也將在本週四凌晨揭曉 那目前呢市場幾乎底定 聯準會將在本月啟動降息循環 只不過降息一碼或者是兩碼 尚未出現共識 根據最新的Badwatch數據顯示 降息一碼的機率大約是41% 降息兩碼的機率為59% 兩者呈現膠著 那美國呢上週才剛公佈最新的8月CPI數據 整體的CPI月增0.2% 符合預期 年增2.5%同樣符合預期 不過呢 扣除了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價格後的核心CPI 則較上個月攀升0.3%高於預期 而核心的CPI年增率則為3.2% 儘管呢這個核心CPI的月增率稍稍高於預期 不過呢通膨緩慢的往2%接近 已經是個不增的事實 那隨著Bad的表明 政策焦點已經從通膨轉向勞動力市場後啊 本週啟動降息循環 對於Bad來說幾乎可以說是勢在必行 然而呢除了聚焦在降幾碼之外 投資人更應該關心Bad的會議 所公佈的利率點證圖 他所顯示的是 聯準會官員對於未來利率走向的預期變化 那目前呢國內法人預估啊 今年降息2碼 明年後年2年各降息4碼的機率最高 那他代表著美國經濟表現持穩 那有望出現軟著陸 那一旦符合該路徑 台股有望向上挑戰月線關卡 而10月不排除直接挑戰季線反壓 另外一種路徑則是啊 聯準會今年降息4碼 而明年降息3碼 後年呢再降息4碼 這恐怕呢會凸顯美國經濟提前出現衰退 那將會對股市不利 至於聯準會的降息幅度 以及呢利率點證圖的變化 就請大家近代本週四的答案揭曉 那在聯準會公佈完利率決策結果的33小時後啊 日本央行也將會公佈最新的利率結果 那目前呢市場預估啊 本次日本央行將會按兵不動 將利率維持在0.15%到0.25% 根據彭博的綁查 有超過半數的日本央行觀察人士預期 日營下次升息的時間點 最快應該是會落在12月 那大家應該都還記憶猶新啊 日本央行7月底宣布 將基礎利率上調至0.25% 並且減少日本公債購買量後 引爆國際利差交易的平倉潮 甚至呢直接造成了美股、亞股、歐股等 全球主要股市的崩盤 而日本央行總裁直鐵河南 在9月初的經濟財政政策會議上也表示 只要經濟與物價表現符合預期 日營就會繼續升息 不過呢8月初的國際股災 到目前為止還余波蕩漾 加上日營想要確認 7月升息對於金融市場不穩的影響有多深 因此呢本月持續升息的金率不高 不過呢也有另一派人士認為 儘管經濟情勢與金融情況來說 日營的確不排除 會在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年初再度升息 不過呢因為美國經濟前景不確定性高 加上呢消費者物價指數 大幅揚升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日營不必急著升息 至於日本央行的最新動向 就等週五的會議結果揭曉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關注市場最新的幾個消息 首先呢近兩年啊 先進封裝已經成為台股中 最自首可樂的焦點 市場上更是供不應求 除了COAS之外 面板級散出封裝 FOP、LP還有SOIC等 都是未來先進封裝技術發展的方向 那為了要滿足客戶的需求 台積電火速貨充先進封裝的產能 那市場預期啊 COAS在2022年至2026年的產能 年均複合成長率將高達50%以上 不僅如此在先進封裝需求倍增下 全球封測龍頭日月光投控 今年更是二度上調資本支出的規劃 法人估計 日月光投控去年的資本支出為15億美元 今年有望來到30億美元 改寫新高 那也凸顯出客戶需求遠遠高過於預期 那業界分析 當前無論是輝達或是超微 對於AI晶片的需求都是滿載 而AI所推動的高效能運算HPC 更是跟著雨露均沾 那在輝達與超微兩大客戶大舉追加 COAS訂單的機率下 日月光投控旗下細品 彈指總公司 中科廠以及呢 中科二廠等產區啊 全部都動起來 隨著無程式建置完成後 機台也開始陸續進駐 那市場預期啊 至少新增超過兩成的產能 那把人就點名 在日月光投控旗級 加碼先進封裝產能的點火下 相關的設備廠 像是紅束 星雲 G圖西聯盟的 均豪均華制勝等 都有望迎來最佳訂單的需求 以上半年的業績為例 紅束 星雲 萬潤 均華等 都攪出優於去年的成績 不僅如此 各家公司也釋出下半年業績 渴望優於上半年最新展望 那萬潤上半年EPS年成長852% 均華也超過 370% 而各家公司的8月營收 也大致維持在歷史高檔水準 因此第三季 業績均有望再攀高 那市場機構 Trendetboss也指出啊 受惠於全球AI需求快速成長 各大半勞體廠 持續提高先進封裝產能 2024年先進封裝設備銷售年增率 有機會達到10% 2025年各渴望突破20% 而台積電等一線晶圓代工廠 近年來 積極地培植本土業者 讓先進封裝成為台灣封裝設備廠的 營運新動人 以上呢就是針對近期的先進封裝 與相關設備廠的簡單整理 提供給大家呢 來做一個參考 那各位呢也可以多加的留意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再帶各位來看到 低軌衛星的最新消息 衛星產業發展呢 逐漸成熟 而衛星發射 與衛星製造的成本也逐漸下降 直接開啟了太空產業朝向商業化的發展 那根據美國衛星產業協會 SIA的統計啊 光是2023年 全球衛星產業的市場 產值就來到了 2853億美元 而外資 摩根史丹利更預估 2040年 衛星產業的市場規模 將超過1兆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33兆元 而台灣的技術 早就已經獲得國際大廠的青睞 相關的概念我後世發展可期 那一般來說呢 衛星產業可以 分為三個次產業 一個呢是衛星製造 一個是火箭 最後一個則是地面接收設備 其中呢地面接收設備 是台灣業者 最有機會立足的市場 相關產品有微波元件 射頻元件 PCB 電源供應系統等 至於在衛星製造與火箭方面 台灣則有金屬構建 射頻模組 微波元件的業者積極佈局 那受惠於大客戶加速衛星發射 華通第二季衛星產品的出貨 增溫 法人指出啊 在華通第一大客戶持續發射 天上衛星與 推廣地面裝置的帶動下 衛星版的需求 將呈現穩健成長 不僅如此 公司第二大客戶 第四季開始 將持續發射衛星 全年發射量約150顆至200顆 兩者將帶動衛星PCB板產值 較去年提升 另外 昇達科日前舉行法收會 董事長陳淑敏表示 今年低軌衛星 已經從商機變成業機 公司在手訂單 與以交訂單 都超乎預期 法人預估啊 收費於低軌衛星 貢獻營收的比重不斷提升 昇達科今年毛利率 可望來到52% 營收則上看24億元 明年低軌衛星營收的貢獻度 可望進一步 擴增到7成以上 推升 毛利率增加3到4個百分點 營收可望來到35億元 年增率高達50% 以上就是近期有關於 低軌衛星相關產業的 最新動態 提供給各位來做一個參考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帶各位來看一下 有關於蘋果iPhone16的最新消息 萬眾矚目的蘋果新機iPhone16系列 終於在上週蘋果秋季發表會上隆重登場 那由於新機的規格甚至是顏色 事前都已經外流 加上市場所引頸期盼的Apple Intelligence 並沒有馬上實裝 要等到10月軟體更新時才會支援 中文版甚至要等到明年才會登場 因此 新機iPhone16被網友戲稱為史上最沒有驚喜的一代 然而iPhone16一開放預購 消費者的熱情還是不減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和燦坤三家業者 在開放預購的5分鐘內就已經額滿 而三家業者中最熱門的機型為 iPhone16 Pro Max 沙漠色太金屬256GB版本 那主要原因正是顏色格外有吸引力 由於高階產品的單價較高 因此對供應鏈的業績挹注較為明顯 渴望推升廠商的營收表現 那值得留意的是啊 本次的i16 Pro與i16 Pro Max 間會導入潛望式鏡頭 與去年只有i15 Pro Max 版本導入相比啊 等同於潛望式鏡頭的出貨量 有機會成長一倍 除此之外 iPhone16系列新機都將把 Wi-Fi 7列為標配 此舉也被市場視為 Wi-Fi 7滲透率 將在明年快速提高 因此呢 功率放大器 PA的供應鏈穩貌全新 也都有機會受惠 那目前呢智慧型手機普遍搭載的 Wi-Fi 6E技術 PA所需數量增為4到7顆 市場估計啊 Wi-Fi 7所需的PA 將達8到10顆 數量比Wi-Fi 6E多出一倍 那業界預期啊 Wi-Fi 7設備的市場滲透率 將從今年的5%左右 提升到明年的10% 2026年甚至會上看20% 全新為全球前三大 深化加累金製造商 在Wi-Fi 7領域佔據重要地位 隨著5G滲透率提高 和Wi-Fi 7商機發酵 全新Wi-Fi 7 PA出貨量 有望在今年下半年放量 推動公司社品產品出貨規模擴大 另外立基為社品IC領導廠商 公司專注於社品前端模組的開發 產品涵蓋Wi-Fi 4至Wi-Fi 7 隨著Wi-Fi 7技術普及 立即預計啊 2025年滲透率可望上看30% 以上就是關於iPhone 16概念股 相關的資訊整理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接下來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資訊安全概念股的相關消息 就在上週四下午啊 證交所官網傳出檔籍 官方表示啊 有大量來自於國外的IP 對證交所全球資訊網 發動無效的查詢 查詢量是平時的3到4倍 導致於全球資訊網服務不穩定 數位發展部罕見的 在假日召開記者會指出啊 台灣約有45個部門單位 接連遭受輕惡駭客攻擊啊 那蘇帕部宣示啊 將警戒升級至總統大學成績 隨著國際駭客大規模攻擊 台灣資安概念股 渴望成為本週盤面的焦點 那這個資訊安全 主要分為三大領域 分別是資安防護 資安營運 資安支援 那目前呢 以資安為主要業務的上市櫃企業 包括安基資訊 金城 林一 浦宏 韋康科技 林群 全數上景八條 不過各家業者各有所長 例如林一是以代理資安相關軟硬體為主 安基資訊提供網路安全監測 那金城具備有系統整合優勢 浦宏主要產品為金融交易安全 資安業者表示啊 駭客攻擊的危機看似暫時解除 但是呢 接下來仍然要觀察是否出現進階的攻擊 例如呢 偷取資料 公佈資料 破壞系統 甚至是駭客勒索等行為 那蘇巴布表示 官方已經掌握駭客的請資 並且呢 即時通報相關單位 同時啟動與國安的聯防體系 目前呢 僅有網站的速度變慢 與服務受到影響 內部系統並未受到攻擊 以上呢 就是資安概念相關的資訊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啦 好 那今天呢 我們最後還是會提供上週啊 外資投信仰大法人同步買超金額前20名的資料 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各位呢 可以發現 裡頭當然還是以整個一個AI 包括台積電以及上游的設備概念股為大中 那詳細的資料各位可以再做一個研究 好 那當然最後呢 大家都知道 在茫茫孤海當中啊 總體經濟經常扮演著這個燈塔的角色 那我們團隊呢 今年所推出的一生一日報 光是在每週一 就花費至少超過六個小時 將大量的總經資訊及數據啊 濃縮成關鍵的重點 幫助我們的訂戶 輕鬆掌握全球最新的經濟動態 那如果你想要深入研究的觀眾朋友 歡迎呢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可力夠官網來訂閱 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節目的內容 最後呢別忘了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繼續說給你聽